我們今天講到體重 到底我們體重神 體重人 其實我們在事奉 服侍過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人他們是有需要 找我們幫助 但是我們發現有很多人 他們只是想得到幫助 他們去到教會就是想得到幫助 得到醫治 釋放 安慰 其實有很多人去教堂 有些人是為了友誼 為了有人接留他 各方面想自己得到的東西 但是我們有多體重神 我們會覺得神有多好呢 這就是我們生命的提升 當我們體重神 生命自然就會提升 神也會體重他 神會大大提升他 其實人很少人是真的愛神的 真是說神真好 我真是感謝神 我真是歡禮神 我真是體重神 心裡純粹是對神有心的 我自己是預言很少的 我們感謝主 我們的服侍隊都是很有心的 我們都是有心去侍奉 想去給神使用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但我的確見過人 有人跟我說 牧師 我又想去天堂 但我想做到最少的 我做到最少 我可以去天堂 這個心很明顯 只是我想得到耶穌給我救恩 或者有些人想得到朋友 各方面的東西 這裡有幾個圖畫 很多人去到教會 希望得到男女朋友 或者人追求成功 或者有很多粉絲 很多人喜歡他 在教會裡面也會有的 教會裡面也會有 有些人在教會裡面很 popular 很受人歡迎 他們就覺得這樣的時候 他們都得到滿足 而不是我真的說 我來為了神 我自己也見過很多基督徒軟弱 他們就說 哎 人們都不關心我嗎 都沒有人關心我 沒有人問候我 那時候 他的注目就是在人對他怎樣 他得到些什麼 但如果他的注目在我們願意付出什麼時候 聖經說 神一定將最好的評估來 因為神是有封聖的恩典 人是很容易會看重他想要的東西 馬太六章二十四節一起讀 一個人不能是奉兩個主 不是父者個愛哪個 就是眾者個興雅個 你能不能又是奉神又是奉馬門 這個就是耶穌說到 一個人不能夠愛主耶穌 又愛錢 兩個東西是一定有個競爭的 而這個錢也可以代表很多東西 譬如有些人就是為了好體重結婚 當他不願意結婚的時候 他就很不開心 很煩惱 我試過認識一個人 他未結婚之前很不開心 總是說 我好像沒有機會結婚 後來他結了婚 他又不開心 因為他又不會喜歡他的丈夫 其實很多人都會的 未結婚的時候 又希望將來的丈夫怎樣好 結婚之後發覺他又不是那麼好 然後後來他的丈夫 因為身體緣故離世 他亦都是很低層 其實在我認識他 由他未結婚到結婚 到他的丈夫離世 都是不開心的 他很體重 即是說有些事情他得到些什麼 他得不到的時候 心裡就很不開心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經常說 我走神的路 我做了神復活這件事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的 我跟了神 自然神會凡事祝福我們 好了 我們以下講了幾個經文 就是講到神如何看重愛他的人 我真是很深信這件事 我看得到聖經有這樣說 神答應了 聖經有很多基督徒有一個觀念錯誤 他說 我都信耶穌 為何我生命有這麼多問題 其實如果你看清楚聖經 聖經不是說 只是信耶穌的人得到封聖生命 你會發覺是講到愛神的人 親近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他的生命封聖 我們一起讀 哥倫多詞書二章九節 如經上所記 神是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這裡講得很好 是嗎 是眼睛沒有看過的 耳朵沒有聽過 人心也未曾想過 就算在世上的東西 我們都見到很多好的東西 譬如說 譬如我拍雀鳥的相片 有時候我去到那些地方 發現雀鳥這麼漂亮 顏色那麼漂亮 尾巴那麼漂亮 跳躍那麼漂亮 尾巴的移動那麼漂亮 真的有很多種 有些我沒有新見過 但在電視上見過 那隻雀鳥的尾巴一滲出來 就好像整個很像孔雀 但他完全不是孔雀 他還在跳舞 他吸引那個 他想吸引的配偶 他在那裡 很有趣的 真的好像不像一雀鳥 完全不像一雀鳥 孔雀你看到尾巴 他就直接把那個翼 和尾巴滲出來 整個好像半圓形 如果眼睛未曾看過 都沒有想像得到 這些是自然世界裏面的東西 有些人都是去深海 看到一些很奇異的生物 而神在我們生命中 做的事實際上 我們都不想像得到 我在未信主的時候 我家裏是很窮的 但我一信主 我自己是很清楚 知道神是真 然後我全心相信祂 我是研究 阿弟給我 我是研究 我真的研究聖經的預言 聖經科學性的證據 我各樣研究 然後我發覺神是真 我就很全心相信 我一全心相信 我怎麼想 這麼多人都沒有認識耶穌 真的很需要有多些人去傳呼 那我就信了主 沒多久我就跟耶穌說 如果神想我去傳道 我將來會傳道 我信了主沒多久 我已經有這個心 因為我一信耶穌 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地獄 真的有個神 我就很想更多人相信 而我發覺周圍那些基督徒 都未必是這麼愛耶穌 都不是這麼熱心傳呼 那時候我初信 那我就有這個心 我回到教會 我做什麼呢 我回到團契 起初我只是回到團契 那我回到團契 我就去跟那些人聊天 我跟那些人聊天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 你清不清楚真的有個神啊 你清不清楚真的得救啊 那我很驚訝 很多人告訴我 我不清楚 我不肯定 我真的沒有 我以為我是初信那個人 但是當我問 在教會裡面的人的時候 我發覺 很多是 都頗令我頗失望的 但是我沒有因為這樣而失望 我每一次我特意回到團契 我就早回 我走的時候 遲走 就跟那些人聊天 逐個逐個跟他們聊天 就逐個逐個去幫助 就是我遷走這個心 後來我在一間基督教學校教書 我就帶了很多學生說耶穌 我禮拜六之後 就帶他們去冰頭花園 就是現在叫做什麼 香港公園 香港公園 就去傳福音 那時候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好像大很多的感覺 不知道 那時候我小一點 就不需要把他 那我們就 我們有團契 就是團契之前 我就走了去傳福音 就是我真的很有心 我真的看重神 那我就發覺 神就為我開路 神為我開路 讓我有機會去讀很多書 學習很多東西 就是神為我預備 我想過想到 因為我家其實很窮 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神為我預備 是因為我們愛神的時候 祂就預備 你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也不是想像 我有這麼多機會 我小時候 我家裡就買了琴給我妹妹學琴 我們沒有份學的 我也想不到我自己會學琴 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 神又為我預備 就是逐樣逐樣預備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句說話 這裡說 眼睛沒有看見 耳朵沒有聽見 心裡就想說 是為什麼人預備 愛祂的人 就是當你愛祂的時候 神又為你預備 所以如果信耶穌 只是我想得救 其實是很蠢的 就是好像怎樣 有一個寶山 你拿了多少珠寶 拿了一粒珠寶 為什麼一粒珠寶 整個山都是珠寶 我就拿了一粒 如果神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我們真心全心相信 我們不只相信 我是研究 我是真的發覺是真的 一方面是客觀的研究 聖經的語言 各方面 另外就是經歷性 有些人去天堂 他會看到天堂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他真的去過天堂 知道真是真的 所以我只看到神是真實 我是信到十足十的 譬如我第一個太太離世 也證明到她真的去了天堂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外國人朋友 是我和太太太認識 為什麼我太太就是向她演言 不向我演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有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那一早早 那兩個禮拜 即是她離世兩個禮拜之後 她忽然醒了 很感動 很想哭的感覺 接著她開眼睛 看看鐘 接著一閉眼 一閉眼就看到 我太太和我敬拜 她站在我旁邊 她穿著白色的旁 很開心 很漂亮 很高 然後 她就大聲 我太太大聲跟她說 I'm free I'm free 說了十次 因為這句說話 就是她跟我說過的 她說 突然有一天 因為她十幾歲已經生病 她說 突然當我離開你世間 你就告訴我 你現在自由了 你現在不用生病了 她真的那句說話 她就跟那個人說 然後那個人 我是幫她經歷聖靈的 這個人 這個西人 六尺 七、八寸高 很高 她經歷聖靈也沒有哭 但她那天 她說 當我太太拿著蠟 她又好奇 為何有蠟 然後我太太就揭開蠟 一揭開蠟 就有一道光 湧過她那裡 然後她就立刻感動到 不得了 即是 一路難以控制地哭 後來看回鐘 看了自己哭了四十分鐘 由這個經歷 兩樣東西 我知道她真的 我太太真的去了天堂 也都是一個我個人的經歷 知道天堂是真的 除了客官的證據 以及其他人 有些上天堂 譬如皇傳道的上天堂 說回那些天堂的人 我就知道是真的 而去到天堂 是真的眼睛未曾看見 我在網上有放到皇傳道 去天堂的影片 她就有看到她將來的自己 她說 我看到將來自己 很榮耀很漂亮 整個公主 她又看到將來的我 她說是很majestic 即是很majestic 即是她是一種王的 一個王子的身份 也是很尊貴的 還有我們在香港也有一個姊妹 在上天堂 看到耶穌給她看她的生命冊 這個賞賜紀錄冊 然後她又好奇 因為我幫她經歷生命更新 她就好奇 她就問耶穌 我可不可以看葉穆斯 那本《賞賜紀錄冊》 看的時候 她就說 很厚 還有包金 還有面上寫著 我的愛子 還有我的名字 我自己聽到 我其實覺得 不是我配得的 是神的恩典 但是我看得到一件事 就是 雖然我們不配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神會選我們 但是當我們聽話 我們真的回應神 那個回報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沒有一樣的投資 是會有這麼好的回報的 如果你做生意的 你如果回報十倍 一百倍 你會覺得很好 但是在神裡面的回報 是不止一百倍的 是你放進去的 是得回來的 是遠超過 是遠超過我們投入的 是沒有人想像的 所以我 恭喜我們當中的服侍隊 我希望我們興興更多的服侍隊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被服侍那些 如果她繼續服侍人 她就是無福的 但是如果她只是被服侍完 然後她就拜拜 她未必得到全面的福氣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 去提升 我們感謝神 我們領敬拜 現在有多些人可以做 我們去荷蘭 也會有幾個人 他們會分享信息 這些其實都是神 提升他們的生命 我希望我們這裡 個個都被提升 這樣的時候 當你真心愛祂 神為愛祂的人預備 就是你眼睛沒有看見 你沒有想像到這樣的東西 我自己真的沒有想像 我這條路是現在這樣 因為我以前做牧師 我覺得很困難 我亦都想過 耶穌快回來吧 因為很辛苦 因為很難改變人的生命 很難提升 很難提升人的生命 我就覺得 真是成了一種壓力 但是我現在來說 我是神 給我長命一些 讓我可以幫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提升更多人 而你 將來 當你愛耶穌的時候 你前面的路 也是你想像不到的 你眼睛沒有看見 你跟隔壁說 神給你預備的是 你眼睛沒有看過 你的心也沒有想過 阿里路易亞 是超乎你所想所求 我周時都見過 那些年輕過我的人 年輕過我的人 但他又說 你不用戴眼鏡 感謝耶穌 神給你一點 是的 包括老花眼鏡 真的 但是老花眼鏡 也不用戴感謝天賦 好了 跟著CV1803篇第十一節 天地何能力高 他的前往向敬畏他的人 也時何能力大 我想問問大家 喜馬拉雅山離開水平線有多遠 喜馬拉雅山 我不是問你幾多尺 幾多 幾高 你只是用普通的說話說而已 喜馬拉雅山離開水平線有多高 好高 好高 是的 我不是說你幾多米 是好高 我想問大家 爬上喜馬拉雅山又容易嗎 不容易 真的很難 好 好了 喜馬拉雅山已經很高 月球高不高 你有沒有希望 有一天你會去到月球呢 應該選不中我們 我們沒有這個科學的背景 我們不會被選中非月球 但月球是天高度的幾多分之幾呢 是億萬分之一 因為他那個高度是超越的 這裡說到就是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磁外向敬畏 他的人亦都何等得大 就是說呢 你沒有什麼想像到 你現在你看到的 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東西 只是一小部分 而你將來可以越來越經歷更多 比如我自己 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很特別 他就說 坐飛機的飛機走 我會回頭 接著我 這個之前我講過的 本來不夠時間的 但是呢 他又居然呢 因為說 飛機阻遲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飛機特別阻遲 他又要等他拖車拖 結果拖了很久 他就說 不要緊了 我轉給你下一班機 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應該未必夠 但是我就想著衝衝衝衝衝 說不說得到 但結果呢 是 完全沒辦法 因為 因為拖車等了很久 然後拖車又拖得很慢 所以 過了很長時間 但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神用這個方法 那個人就說 既然是這樣 我給下一班機 我需要付錢 不用付錢 就是神就會這樣預備 譬如我自己幾次的差不多撞車 每次都沒有真正的撞到 最後一次 我簡直是以為 我是在去天堂 已經 我說神 都想不到這麽快手 為什麽這麽快 但是神就會在最後一刻 那個車會轉了方向 真是很難以想像 是最後一刻 那我真是很覺得神預備 是我想像的 我能夠接觸不同的人 為我開路 一個一個開路 這個都是神為我預備 你們都是神為我預備 將來一直興起你 我都很感謝神 我當中有些人 都是有心服侍 又有具愛恩賜 有些又領受到神的信息 可以知道神在這麽帶領 神好像為我們預備一個團隊 那我很希望這個團隊 將來成為祝福香港和不同地方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說 不要說我做不到什麽大事 而是說我真的做到的 因為神為我預備 是我想都沒有想過的 是天理地 你去月球 你可以跳到月球嗎 你可以跳上去 月球這麽遠 跳不到 而月球再遠的 美王星 或者其他的星座 其他的星球 根本我們無法想像 怎麽去得到這麽遠 但是神的愛是會這麽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用正面的思維 不要說 哎呀死了 我又不行 我又不行 一有這些負面思想 基本上就是 負面思想就不要搖 立刻就說 不是的 神為我預備是更好的 神為我預備美好的恩典 是我眼睛未曾看見 以党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過 聖經也都講到 專心愛神的人 是有幾好 詩篇教一篇十四節 一起讀一下 神說 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達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得明白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過我 我就應運他 他在吉蘭中 我要與他同在 我要達救他 使他尊貴 這段經文講到 因為這個人專心愛我 這個給我看的就是神知道 神知道誰專心愛他 神知道誰看重他 這個人專心愛他 神就要答救他 他會在你危難的時候 去答救你 拯救你 就像我自己這樣 幾次的意外 現在那些意外 神特別給我看到 是按照人是應該不行的 譬如其中一次 我在高速公路走的時候 是忽然間有兵 那也不是在香港的 就是那條路根本是沒有兵的 但是那一搭 忽然間有兵 為什麼我知道有兵 因為我一去到車子 直發轉 就由最右的路線 轉到中間的路線 再轉到中間的路線 即是兩邊的分開 即是每邊有兩條路線 走到中間的路 然後當我停在中間 接著有個大火車 即是紅色的衝過 所以如果我稍為的時間 早點或遲點 都已經上了天堂 但神就是這麼奇妙 神為我們愛祂的人所預備 祂就要答救祂 因為祂知道 譬如我第一個太太都說過 她有個經歷 她過馬路 她想踏出去 忽然間聽到聲音 不出 一不出 接著有個車 便衝過去 這都是神可以這樣的方法 去救我們 因為祂知道 我也明白 我要將它安置在高處 即是神會將它安置 在一個尊貴的身份 一個高處的地方 祂若求過我 我就應運祂 其實我的祈禱 譬如那次我在飛機場 我告訴我太太 那個飛機回頭 我太太回應就說 耶穌真的很愛你 耶穌真的很愛你 沒機會走回頭 那就是神會應運 愛祂的人的討告 聖經說到 所有人的討告 是神都聽的 不過聖經是特別說到 愛祂的人是不同的 祂求過我 我應運祂 祂在今晚中 我要與祂同坐 我那時記得有個教友 祂有一次被車碰到 但車不是用力碰祂 車是 輕輕轉彎時碰到祂 他碰到祂的力量很小 不過他站不穩 跌到地上 跌到地上 跌到地上的力量大 即是你這樣站著 跌到地上 跌到地上 那個力量大 那個車碰到很小的力量 但當他跌到地上 他馬上覺得 當然 你想想 跌到馬路 辛苦 但他一會兒 他還未祈禱 他已經感覺到神的同在 立即感受到神的同在 跟祂在一起 感覺到神的愛 神的照顧 在今晚中 神要跟祂在一起 他要搭救祂的尊貴 你想不想 是永恆的尊貴 就是 將來有一天 你去到天堂的時候 哇 你現在美得這麼厲害 你現在這麼榮耀 你現在 哇 原來你後面有這麼多人 是你幫的 其實是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深信 不是很難 為什麼不是很難 因為耶穌說 只要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女學 耶穌不是給一個困難的東西 他不是說你要結實 結果子一百倍 你才得到賞賜 而是你一杯涼水 都得賞賜 神 也就是說神 耶穌是特意讓我們知道 有些人說神的要求很高 是得而且確高 不過很特別 你走到的那麼多 祂又賞賜你的路 你一邊走一邊走 祂一邊賞賜 雖然神的要求很高 你達不到又如何 很簡單 達不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悔改認罪 神就會接立 接著你就說 神我願意去改 最重要的是 我們愛神的時候 我們願意去改 有些人 他愛神 但是他又說 唉 我都是身不由己 我都有犯罪 我又軟弱 但是我們說 神喜歡的 這些罪 是令到神厭惡的 我就憎恨罪 有罪的意念 我立刻處理 有什麼人令我不開心 我立刻就說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背著的 垃圾 不要吃 不要受落人的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就是神 我決意 什麼時間都願意聽你的說話 我以前覺得 處理罪很難 但我現在覺得 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神的愛和能力 是無法測度的 以佛所書三文十八節一起讀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 並知道者 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 所充滿的 充滿到你們 神照著運行在 我們心戀大力 匆匆匆的 成了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上的 這裡說到 這裡是保羅祈禱 叫他們能夠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 可能有些人想像 長不像那間屋子那麼長 但是聖經者先說 天離地何等地高 所以那個長不是 你的屋子那麼長 如果天離地那麼高 那個比例 就不只是東到西 而是那個比例應該由 一邊去到 其實是去到宇宙的進度 上邊又去到宇宙的進度 下邊又去到宇宙的進度 就是說 神的愛是這麼大的 當你嘗嘗神的愛 什麼時候嘗到 馬上欣賞神 即是說 吃到好吃的東西 感謝神 是神的愛的表達 見到花草樹木 感謝神 還有我們聞到香味 其實神給我們很多感官 很特別 這裡就不是有什麼特別的香味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樹林 那些花 海灘 那些花 海灘 那裡走的時候 或者是寶寶 或者是有些很乾淨的人 身上都有一種香味 那一聞的時候 是令人很舒服的 那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如果我們 譬如我吃東西 我又喜歡聞 我喜歡 我發覺我鼻子除了聞東西 才可以測溫度 譬如有時候 看看溫度怎麼樣 我聞一下水 那些水是冷水還是熱水 我伸個頭出去窗那裡 聞一下 那就會感覺到那個溫度 即是比較 皮膚 我現在可以答到我 比較 我不懂得說幾個度 不過 我發覺鼻子是敏感的 那我也覺得 這個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 什麼事我也覺得很欣賞 那就是神的愛是長寬高深 這個愛是過於人所能策度的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祈禱 一路神一路教我 如何教導 我自己都在看 一路感受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特別 我發覺那些意念是flow的 什麼意念是flow 譬如我講信息 或者我寧敬拜 或者我寫廣道 譬如有很多人的意念 就是怎樣 我先想想 下一步 我以前寫廣道都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是flow的 即是它一直流出來 那我寧敬拜的時候 我不是 我寧敬拜這一句 我接著想想下一句說什麼 我講信息的時候也是 我不是一直在想 我下一句說什麼 如果我打算下一句說什麼 是很辛苦的 即是我下一句要說什麼 我是一路由它flow 原來神的力就是這樣 我又很欣賞 所以我在等候神 愛神的時候 我就在等它flow 怎樣flow呢 即是我的意念出現什麼 我就用了意念 啊 多謝耶穌 你就在這裏 感謝主 你歡迎我和你一起 你現在陪著我 在我前後懷念我 在你家裡 我想歡迎我親近你 神是很容易討好 感謝耶穌 親近神是最喜歡 最好的 即是就是這樣 讓那些意念flow出來 那他會發覺 一直flow 一直flow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這樣做法 你會發覺 一直有不同的意念流出來 原來神的愛是這麼大 在每一方面都可以經歷到的 第二十字,神能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匆匆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就是祂的愛很大,祂的能力很大,祂能夠成就一切 譬如我經常為人祈禱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神就是往往會做事,神會醫治,神會改變 譬如這位姐妹,當我初認識她的時候,她的腰部痛得很厲害 當我祈禱的時候,她馬上覺得不痛,覺得舒服很多 當時也攝錄了影片,神真的很好,神的能力很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捉實神,我有捉實神的能力 神的愛是一直看著我的,神的能力是隨時給我的幫助 當然我們學到怎樣用靈討告,就能夠領受到 不是任何人都能領受到,而是你的靈如何通 就是好像這樣,你如果要通電,你會找一些布來做電線 你會用銅線,銅線是傳電的,你會找一些傳電的東西 我們跟神一樣,是用傳電的方法,怎樣傳電呢? 就是你學到用心靈祈禱,我很感謝神 因為我在經歷聖靈之後,我當時參加了兩個奉興的聚會 每個星期,牧師在前面做什麼? 耶穌在你前面,你伸出一隻手,你去告訴耶穌,我愛你 你捉住耶穌,耶穌,我感謝你,就是祂一直跟我們說 我就嘗試在這裡做,一直做 在這裡做的時候,我做了一下,我就做到 就是怎樣用心,多謝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在心裡湧出來,就有喜樂湧出來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經常在掙扎,是怎樣做呢? 還有,有時候好像不專注到,我就一直在這個過程去努力 到後來,隨時隨時想到耶穌,立即靈就通了 這個學習就是什麼呢?就是在心裡喜歡神 神啊,你真是好了,神啊,我很歡喜你,很喜歡你 從心裡湧出來,不只是我喜歡你 而是把心裡將喜歡的心湧出來 神啊,我很歡喜你,我很想和你一起 這樣的時候,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就會成就一切 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好了,那怎樣去愛神呢? 這裡幾處經文都是說到愛神 愛神的人呢,神為我們預備的是超乎我們 眼睛未曾看見,眼督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 是比天更加高的,是長闊高深能夠量度的 第一,就是,數算主日 一看見什麼,神啊,真的好吃 荔枝那麼好吃,蝦那麼好吃 那些什麼,生果,芒果,菠蘿,各樣東西那麼好吃 或者,那些小鳥那麼美,那些胡椒那麼美 聞到香味真是好 原來放鬆的人,深呼吸都很舒服 要去試一試 如果你想著耶穌更好 耶穌,多謝你 多謝你 這也是個恩典,耶穌很容易親近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你一邊想著耶穌愛你 你就在那裡放鬆的人,深呼吸 主耶穌,多謝你,多謝耶穌 我們看到神的恩典聽到我們 耶穌為我們死是很大的恩典 我們犯了幾多次,神都射了我們 太陽雨水 我們有時候曬得太陽雨水 我們就不喜歡太陽 但是呢,如果沒有太陽 我們馬上就會冷死 太陽是令我們溫暖的 有雨水,我們有水喝 我們香港其實很好 我們去過很多地方 我最近一次,在肯瓦的時候 我們那條河,那些河的水是咖啡色的 那個傳導人告訴我 你看看那些水 為什麼我們去那些水就是那些水 因為我們去那裡,洗碗就是這些水 神功應我,我就找那些過濾水喝 他們很多就是喝那些蒸藍水 他們就是喝那些水 就是那些水出來,煲了就是喝那些水 即是說,其實在他們的地方,水是非常之寶貴 我們香港真的很富庶 真的很豐富 然後呢,我們有教會 有弟兄姊妹 有傳導人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有食物 有身體健康 有個人的生物 有自然界 這一切都是神給我們 你看到什麼,你就想想 神真是好 這樣你的心就會開心 那你就會更加感激神 留意和享受神的同在 當你其中的時候 多謝你的心 感覺到平安、輕鬆、舒服 今天,阿倫是神在服侍我 今天,阿倫是神在服侍我 在這樣解釋 現在神在服侍我 sekarang神在服侍我 朋友覺得很平安…很輕鬆 覺得很平安…很輕鬆 噢… 好舒服神的同在 平安、輕散 神的愛、神的能力 神的愛、神的能力 我就是在神在服侍我 多謝天父 就由这些所有亲近神的时候 看到圣经的话语可以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就触实这些应许 这些应许就是神的爱的表达 就是有亲什么有神的爱的表达 我们就记住 记实 就是我自己特地去记过 神为我预备是我眼睛未曾看见的 是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过 我小时候家里是恐慌的 因为打和骂 那我就发愕梦 有梦游 那时候学校有缩营 我是害怕的 为什么呢 我会发过恶梦是很危险的 接着就会大喊 接着第二天 那些同学就会笑我 这个就是我以前的生活 但是神会医治我 在眼睛未曾看见 而被医治很多这些佛奥梦的人 神就是这么美好的 那我们就感谢神 那有些人对亲人神就没什么动力 祈祷 因为他就经常说 神快点帮我 快点医我 让我睡得好些 快点医好我的病 那他就这么说 就没什么特别的经历 因为只是口说 只是心说 不是就是口的脑会说 而不是一路 神现在在服侍我 这个是一部 我叫他做什么 互动式的祷告 互动式的祷告就是说 神现在在爱我 我又爱神 一路爱神的时候 我一路感受到神的同在 是神在服侍着我 神在服侍着我 我又感谢神 大家听到这些交流 神在爱我 感动我去爱神 当我去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跟我一起 加我力量 给我动力 给我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散和爱 就是神在服侍着我 我又回应他 我越回应他 我越投入 多谢耶稣耶稣真好 神的同在就越大 我知道这个互动 越投入就越强 大家如果想有圣灵的恩高 怎样更强的圣灵恩高 怎样更多见证 我都鼓励大家 开YouTube的帐口 和Facebook的帐口 你为人祈祷的时候 他有什么经历 你就问他 可不可以摄录 摄录了就放上去 放上去 之后你就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然后你传开 其实我路路逐逐都有人 看到我的影片来找我 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出路 一个突破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说 每一次亲近神 都是神在祝福我 提升我 让我可以走到前面的路 因为如果不学会 如何亲近神 是很难再提升 提升是难一点的 但当我们亲近神 神的同在加强 就容易提升了 就容易进入到 带着能力祝福人 那你的生命就不同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 享受 每一次祈祷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那不是只专注祈祷的时候 你走路坐车 等车 的时候 都一直说 耶稣真是好 祝耶稣真是好 这就是爱神的表现 神一定知道 神一定会回应 这里所说的就是 经历圣灵 就是我们个人都可以经历到 这个会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读 左边的字 平安 轻松 爱 心灵医治 赶鬼医病 喜乐 身体舒服 医治失眠 得着能力 就是圣灵会带来的 第一 耶稣将平安赐给我们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轻省 可以轻松 我最近很多时候 看一些见证 尤其看一些明星的见证 因为我希望 将这些好的明星见证 拿出来 可以传给人 发觉很多个人都有情绪 发觉很多个人都说 试过不想拆牙 不想起床 不想出街 会把自己躲起 很难想象 但是 神可以来到 叫我们人 可以轻松 我们自己轻松 神可以帮到人 可以经历 神的爱囂灌 在我们心里面 又可以医好伤心的人 又可以医病 趕鬼 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就发觉 哇 神都使用我 还有喜乐 有喜乐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 有喜乐 有喜乐 你保持 你随时随便 都可以有喜乐 肉身 安然居住 整个人舒服 还有失眠 可以安然 躺下睡觉 还有能力作见证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有很多兵器 我们可以 那个人需要什么 其实 找我的人 真的什么样 他需要什么 神就能够帮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神给了很多兵器 很多礼物 不过我们又没有用 有些人说 我很忙 那不要紧 其实你忙 都可以用 在我忙碌之中 我都会接触的人 我就会跟他聊 而很重要 就是亲近神 和回应神 带着一些兴奋 很多人亲近神 没有什么兴奋感 因为觉得神 有很多 我记得当时 在传统的教会 有一个教徒跟我说 他说 我现在想到 恩信称义 我都没有什么开心的感觉 因为他久了 就觉得 只是信耶稣得救 他觉得好像很平凡 因为他没有能够 信入到 跟神的关系 并且带着能力 祝福人 他就 不懂得教 可以经历到神 感受到神的同在 不懂得教他们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可以有 但是有些人有经历 又不懂得感恩 我们知道 这是神的爱的表达 《雅各书》 《4-5》 《4-5》 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 开心 喜欢神 神真的好 在我一日之中 我会有很多次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神啊你真好 多谢你 多谢你 我欢喜你 我喜欢你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我会有很多次 领境拜的事 都是这样 神啊你真好 祝福我们 付与我们 你一直 加力量给我们 你一直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会回应神 很多时候 當我一用心靈回應,神真的想不到你這麼好 當我一用心靈回應,神的工作便會入心靈 我再解釋一次,譬如你感謝神,感謝神 你的回應就像你膚淺的感謝神,多謝神 經歷也是膚淺的 但如果從心底傳,神啊你真的好 從心裡湧出來,神啊你真的好到不得了 有時我一想,立刻就流眼淚 為何你會這麼好,為何你會經常對我們這麼好 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樣有這樣的經歷 讓感激神的心入了我們的深層 那時候你就隨時隨地 有誰能將你 有誰像你那樣神 有誰像神你那麼好 希望大家都有這種興奮 當你為了一個人祈禱,他的改變有經歷,你就很興奮 在這幾天,這位姐妹都告訴我 她聽了我的錄音,她如何改變 又有另一個姐妹,她沒有來 但她又告訴我,她整天睡到半夜又很辛苦 但她聽了我的錄音,她又睡覺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將來她來到時,我都會請她作見證 就是說,我們越見得多神的工作,我們就越感激神 當我們愛神,首先我講到這些關係 即是說,經歷,我再看看 數算神的一點,留意和享受神的同在 和經歷到聖靈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 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帶著一種興奮的回應 然後就以神的事為念 這件事在我們日常生活 是可以隨時有很多點點滴滴的時候出現的 路加福音二章四月九節,耶穌說的 你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即是耶穌是時事以神的天父的事為念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父我的鴉 學我的仰式,且我你和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就是耶穌說,我很柔和的 你扶我鴉,你背這個鴉 好像牛的鴉,鴉是耕田的 你真的和我一齊侍奉 學我的生命 這樣,你的裡面就會得享安息 即是你的生命就會有封聖 第一個封聖就是 煩勞苦担重担的人 來到他那裡就可以得到安息 第二個就是 當我們父耶穌握學耶穌的仰式 只有我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即是說,經常都是想著神的事 那我講一些我自己的例子 給大家去參考 我見到人,我會怎樣呢? 例如我樂苦樂母 我的弟弟妹 我剛去泰國探望我弟弟 我都會在過程和之前 我會問神,神啊我怎樣去幫他呢? 我怎樣去影響他呢? 即是我有接觸人 我會在飛機上坐在旁邊的人 我怎樣跟他聊呢? 我又接觸人 你們中間我接觸的 我會想我怎樣去提升你們呢? 即是我會在這個意念裏面 時時都會想到 用神的角度去想 有一個人有問題 我就會說,他真是壞了 我是會想 我怎樣可以祝福到他呢? 怎樣可以軟化他的心呢? 當他一有軟化 我就立刻這樣 即是在我的意念裏面 我整天都想到神的 一天想很多次 那我都 有時想一想 那一刻呢,神就給我一些彈出來 因為最近呢 都有兩個姊妹跟我說 因為他們呢 沒有男朋友 很不開心 那我就在這裏祈禱神啊 我怎樣幫他們呢? 怎樣去回應他們呢? 第一,我回應他們是說 我知道你們都是不開心的 都是辛苦的 然後神又給我一個意念 就是說呢 那樣東西如果不在我們手中 我們越想要得到 但又得不到呢 其實就更辛苦 那你就更不開心 但如果你在這個狀況 你想到神的好的東西呢 你就會開心很多 即是說,越想得不到的東西 包括我自己在來 當我一心急 心急要做一些東西 我一發覺呢 我就立即處理過 其實這也是神用了很多時間幫我處理的 就是說 我心急做一些東西 我心就會 然後又會 又會有一種緊張的感覺 那我就想到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的 我想到你呢 因為你上班很忙 我想到很多人都是 哎呀,很多東西 哎呀,很多東西 哎呀,要趕時間趕時間 我一直想 哎呀,他們都經常趕時間 那我心會不會 耐著耐著呢 會不會很辛苦呢 那我怎樣去幫這些人 去鬆一點呢 那我首先幫我自己 在繁忙的時候 都在想著 哎呀,耶穌真的很難 我知道這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我真的 盡量在整天的時間 都是這樣去處理的 我就發覺 想那些不好的東西 困難的東西 得不到的東西 是越來越辛苦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的 他經常都在想那些東西 經常都在想 哎呀,那個人真壞 哎呀,那些生意做不到 哎呀,這個東西做不到 那些人對我不好 就是總是在想這些為主的 那我就體會到這些 但是當我們想到神 神會幫我的 在神裡面我有平安有喜樂 那我就發覺那個人就會鬆 那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垃圾好吃,好東西就吃 就是神那裡的好東西就吃 但是很多人都不是那麼容易領受到的 但是我自己首先 我自己領受到的 我經常都在這種狀態 我現在是不是在吃垃圾呢 我現在有沒有在急著 趕著 趕著 我怎麼可以快而不急呢 或者有時候都沒有想到 就這麼快了 不用這麼快 我只是跟自己說 你也不是很厲害的 你不用這麼急 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我跟自己說 你做到多少就多少 不用這麼急的 你做到多少就多少 這個都是幫我 總之我任何方法 我發覺我幫到我自己 我就可以幫別人 就是在我心裡 我看到什麼人 我就想 譬如我們中間有些人來到 我就想想 他可以 搖鼓 怎麼可以提升他 唱歌 怎麼可以提升 就算我們接觸的人 怎麼接觸 我們怎麼可以影響他 這些意念 我經常都會想的 還有我自己會反省 我現在做的事 有沒有為了自己呢 我為了自己 又為了神呢 就是我是不是想 我那個志高很大 因為我是想神 能夠影響更多人呢 那我又提醒自己 會不會有時候 我的心急呢 給人一個感覺是壓力 而不是舒服 而不是動力 那我又 我又求神幫我 不要用心急的方法 用一個輕鬆的方法 就是 在很多方面 神提我去反省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經常反省 譬如 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他不懂得反省 他講到他的子女 是懵得不得了 沒辦法引導他 你這麼急 這麼懵 兒子是會不聽話的 他會反悶的 他會不會明白到 那我們能不能夠明白到 這件事 原來我們急 我們懵未必是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 都會在整天裡面 遇到什麼事 都會去想想 怎樣用神的角度去看 怎樣用神的角度去處理 我怎樣能夠祝福到那些人 就是我時時去想 怎樣祝福到那些人 那譬如 在多倫多的牧師 他有答案給我 最近 他就問我 關於行聖靈的路 那我也在跟他想 我說其實你都不是很熟練 聖靈的路 然後怎樣用方法 那我也跟他想 什麼方法可以提升他 我不是只想 我自己的想法 但我想人的時候 我又不是給他壓力 而是我從他的角度去 為他著想 然後我怎樣幫到他 譬如好像這位姐妹 那時候 我去他家為他祈禱 他又為我安排 是誰人 你一起為他祈禱 這也是 當時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我都說 有什麼人 我們可以影響 可以影響他 我總是會這樣想 我希望大家 時時都是 以神的事為念 這就是愛神 即是說 第一我跟他的關係 我看中他 我欣賞他 第二 神想做這件事 我怎樣可以成就神的計劃呢 譬如我有時跟人相處 我會想 我用什麼方法 不要被人壓力 我會用策略 我不是只想 怎樣傳呼 我是想 怎樣策略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策略 家人是怎樣 感謝主 昨天你帶你的爸爸來 我也在想 怎樣 爸爸是多好 他的口也很順 即是說 你願意信耶穌 我願意 我希望他真的這樣 好過很多 有些是不肯的 有些是不肯的 這也是一個開了的路 我會這樣去分辨 我分辨的時候 我會說 感謝神 你爸爸是這樣的 和他妹妹同樣有這個心 他妹妹也跟我說話 很多時候人說話 我都很留意 他說 我想不到你 他說 我想不到 真的見到你 其實我很容易見 你一來遇見 就見到我 但是我會很欣賞 感謝主 他看我的影片 他也有個心 喜歡 即是說 所有神的工作 我都很感謝神 我都很歡喜 我又很欣賞 我又神 你怎樣容我 去祝福更多人 並且我又這樣想 如果你個個都變成 好像我這樣 經常都想神 你就自然找到方法 祝福人 你自然 你日常生活 你不知何時 又會接觸到誰 如何捉獲到誰 如何幫到誰 你又為他祈禱 發覺他又改變 你的信心越大 好像我這樣 他無論什麼問題找我 男女問題找我 我一樣會幫他 雖然有些人 我覺得他未必適合結婚 但我都會幫助他 他的情緒 睡覺 什麼東西 醫治 邪靈 神都會幫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因為有神 自然這一切都可以幫到 在這一陣子 我想請大家去想想 或者先說幾方面 我們去愛神 我們就可以提升 首先 我們數算神的恩典 你喜歡神 這已經是愛神的表達 神的同在 可以經歷到的 我便留意和享受 留意神的工作 留意神聖靈帶來的工作 還有一種興奮的回應 很興奮 很喜歡神 還有整天都掛著神的事 我怎樣去做神歡喜的事 而你可以鼓勵自己 當我這樣想 神很喜歡的 神很興奮 神很欣賞我的 神一定賞賜我 我又不是想著什麼賞賜 不過我會想到 神是很歡喜 神一定賞賜 小學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收過 玄筆這些禮物 小禮物 我們上到天堂 就不是耶穌說 好了我送一支玄筆給你 耶穌給我們 當時的禮物 是很大很大 我沒有去 好像很求得到什麼大禮物 不過我知道神給身 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很歡喜 令到我們極度歡喜 我希望我們大家的心裡 也有這種心 我很喜歡做神歡喜的事 而神給我的意念是怎樣 是容易的 很多人說不容易 要走一路 要處理生命 要處理罪 又要聽神的話 又要多其女 多看聖經 又要不要覺得悶 又看聖經 又覺得很悶 其他人覺得很悶 很多人覺得很難 但我告訴你 不難 為什麼不難呢 你想到神有很多禮物給你 當你一看聖經 你看不到多 不要緊 看得多就看多 看得少 你看到一句你就喜歡 神答應了 眼睛未神 看見耳朵未神 聽見人 心想到真是好 你就想一句 神真是好 你喜歡神就歡喜 你這麼喜歡我的話 你這麼喜歡我應許 祝神我應許 神就喜歡 另外 就是 一杯涼水 我為耶穌做什麼 祂都喜歡 所以我一去侍奉主 神就歡喜 一悔改一個罪人 天上為他歡喜 我一悔改 天上為我歡喜 我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為何容易 討神喜悅 你做得不夠好 你就悔改認罪 總之有機會 你就表達對神的愛 又表達關心人 神就歡喜 神就賞賜 那就容易 你做得不夠好 立刻就求主赦臉 總之你做得不夠好 就補救 悔改 就回答 然後你一做的那麼多 總之總是加分 為何總是加分 你做得不夠 一悔改又加分 你一做得好一點 又加分 那你就越做越多 你越有這個心 樂意去做的時候 便容易 所以耶穌說 我欺騙是容易 我回答 就是輕撒 耶穌不是說 我這條路很難的 耶穌是說容易的 總之你開始聽我的話 就可以了 那你經常都想著耶穌 神就很歡喜 你經常開著它 這裡有沒有大家沒有問題 即是說 是否容易還是難 譬如有些人說 我祈禱集中不了 那你怎樣 好 我就集中 一分鐘 多謝耶穌 分身 走去 想著豉油雞 耶穌 幫我 你待會吃什麼飯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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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耶穌 多謝你 是你做豉油雞 是你做老神鴨 多謝耶穌 即是什麼事呢 立即拘捕耶穌 那麼耶穌都寬起來 因為你雖然做得不好 你立即悔改 立即拘捕 這樣就已經乖了 即是你想著耶穌 要怎樣 即是好像你見到 好像這位姊妹 見到她的孫女 做了那麼多事 就會很開心 她連手機的聲音 都是小孩子的聲音 她的電話零聲 即是說 你見到那個孫兒 或者子女 他有什麼做得好 我們立即會欣賞 神都是這樣 那你就不會覺得很難很難 你一不行 你就求主赦免 然後你做什麼 就一直加分 但又不像我的功勞 是神的恩典 總之我做什麼 神就歡喜 這樣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愛神是容易的 總之你做了多少 神就歡喜了 你總之嘗試 譬如我們今天一起練唱歌 怎樣唱得好些 那你嘗試 神就歡喜了 我們真的投入敬拜 神就歡喜了 我們為人祈禱 神就歡喜了 我們有輔導人 神就歡喜了 我們見到人 我們又開心 神又歡喜了 那是否很容易 為何有些人 神不喜歡 現在聖經有說過 因為他著重罪業 神不歡喜 是那些人 真是同神敵黨 他心裏 一時想著 他比我 我生氣 他有那種競爭心 他不處理 他最終他不處理 這些人 神才會不喜歡 聽他的祈禱 當你的心是喜歡神 神是很容易討喜的 你信不信這件事 是很容易 因為你無論做甚麼都會加分 你一悔改 立即就加分 你有任何的東西 所以 這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條路是容易的 它的騙是容易 它擔心是輕生的 這時候我想請大家去想一想 有甚麼難阻 你經常想到耶穌呢 怎樣經常都想到耶穌 經常都去 在你的日常生活 怎樣去榮耀耶穌 有時你想一想 不要第一想到 最難相處的人 你會說 糟糕我為何去遇恕他呢 你沒有想到他 你先想到他容易 我怎樣去祝福某一個人 而神會歡喜的 就是由那個做起 你做到很容易的 然後你做難的 OK 我們現在 蜜土 在神面前 主要幫我們 每個人都有一個 喜歡你的心 愛你的心 神會愛他的人 想預備的人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專心愛我 神要將他放在高處 神要叫他成為尊貴 神是真的好吃得欣賞人 多小的事實在欣賞 神真的好 我想到這些 我已經覺得感動 世界上沒有人 好像神那麼好 世界上 真是人是很難討好 我們做好一些事情 他又說我們這些事情 會做好 但是神是經常都會 紀念我們每一樣為祂做的 耶穌你真好 主耶穌你真好 我們很想吃就你的心意 去祝福這麼多人 我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大家可以反省一下 有什麼可以 這麼多表達神的愛 有什麼難助你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去處理 謝謝大家 。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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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祝福耶穌命 阿門 在這一刻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東西 或者意料神的意願 有什麼地方 你可以對神 這麼多表達愛的 你可以拿一個咪 拿另一個咪 給他們拿一個咪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首先 神給我一個意念 是什麼呢 更多安靜收到神的信息給我 神的信息會提升我 即是會彈出這個意念 其實你也會收到的 你安靜 你不要想著全 不是腦全空白 而是你想著耶穌 你真好 耶穌 可能會彈出一個東西 神經常在幫助我們 神經常陪伴我們 神經常陪伴我們 也會鼓勵我們 神經常在幫助我們 我不用擔心 我不用擔心 神經常陪我 神經常會提升 生命 神經常在幫助你 而感應 所以天經常會發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